王珊珊破局 萧玉怡 双响 水庆侠 率女竹拉链 大比分 把风暴灭了 中国女竹姑娘 在主教练水庆侠的带领下 拉链比赛再胜一场 5比1啊 这绝对是大比分 把美国的超级强队 风暴女竹掀翻在地上 这个风暴女竹 实力可真的是很强 她来自美国的加里夫尼亚 是美国女超联赛的一只竞旅 她的名次可以位列前三角 要认江湖地位啊 她与中国女超联赛的 武汉车股将大 不相上下 说起武汉车股将大 球迷朋友都说 与女竹的国家队大致相当 这就对了 水晶侠带领的中国女竹 这一次遇到的拉链赛对手 终于算得上是 实力强大 旗鼓相当 要紧的是 这场比赛 当地的大批华人华侨 兴高采烈地涌进了赛场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响起的时候 许多的华人华侨 跟着节拍 齐声高唱 球迷朋友啊 这可是在美国的土地上 众目睽睽之下 咱们的女竹姑娘 怎么也得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 因为这个脸啊 实在也是丢不起啊 永远可以相信女竹拉链赛的这一场 王珊珊担任场上队长 咱们的这个王队长 踏实低调 作风硬朗 主罚点球 一脚破王 将军一旦被打破 这个进攻就会变得势不可挡 赵宇杰投球破门 吕月云锦上添花 值得称道的是 萧玉仪 来了个没开二度 一炮双响 五比一啊 这场胜利 称得上 凌厉酣唱 东国女竹 今年以来 一直征战在亚洲的赛场 女洲亚洲杯 强势夺取冠军 东亚杯上练兵 也练得很棒很棒 主教练水清侠 眼睛早已经盯上 明年的世界杯赛场 我们当然还有短板了 需要补强 我们的最大短板 就是与欧美的人高马大 缺少争刀争枪的对抗 这次远赴美国拉链 三场比赛战法 六比二 旧金山叶英 一比一 北加州男主 五比一 那就是这一场 不错呀 随性侠 上任至今 国际比赛 总共打过十二场 十二场不败 有的人还要指指点点 积极歪歪 早早的预言 说世界杯进不了八强 冷嘲热讽 说要被欧美女族 打成天津麻花 什么天津麻花 这种说法 就是灭自家的自弃 有点伤心病光 女族当然还不可能 独霸天下 这场比赛 大胜美国女超的一强 表明 中国女族 与欧美球队 斑斑手腕的能力 还是有的嘛 技战术 需要继续提高 船接球 更加稳当 再加上 舍身就险 永不延弃的那些精神力量 各路的欧美强队 来就来吧 怕个啥 坚决上 搞清楚 这是中国女族 大与中国男族 大不一样 虽然是一字之差 实际上 天上 地下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